刘德昭 皇上学你觐见 请吧 刘德昭 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 山西巡抚刘德昭 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大人 皇上 这些都是龙三 弹劾臣的罪状 都是他无中生有 所罗织的罪名 无中生有啊 刘德昭 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 来诬告你 回皇上的话 这龙三 向臣所会不成 所以怀恨在心 他暗中勾结牛角战争的汉匪 盗抢我府库的官吟 还有 这龙三 他死磕遇袭 违遭密旨 敢设我山西地方政务 皇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 臣聚查时 皇上 请皇上 明察 请 刘德昭 臣在 你文才不错嘛 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 难怪你能一路升迁 官拜二秘 谢皇上圣散 臣实在是亏不敢当啊 还有皇上 这是龙三四刻玉玺 伪造秘旨 盗抢官吟的证据 请皇上明见 没错 这个玉玺和秘旨都是假的 皇上 除了这些物证以外 臣还有仁证 此仁证乃是山西总兵 书建大人府上的管家 他可以作证 这龙三在借助书府期间 曾经率领手下 乔专改办 勾结山匪 盗抢官府库吟 如果皇上想 亲自遇神此案的话 可招此人进宫秩序 此案可立白于天下 不必了 这儿有三个人证 个个都比你那个 舒服的管家重要 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 这龙三假传圣旨 伪造玉玺 乔装改办盗抢官吟 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 杀了你手下一员 姓杨的参将 吴皇圣名啊 皇上实在是圣名 但不知现在那三人 陷下何处啊 刘大人 别来无恙啊 皇上 此女子乃是龙三的 贴身丫鬟啊 刘德昭 我也是证人之一 你可还记得我 皇上 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 抢到官吟也有他的份啊 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 皇上 何止他们俩有份 刘德昭 臣子 你为何不抬起头来 看看朕 臣 第一次 拜见天眼 内心诚惶诚恐 臣不敢直视天威 所以 朕让你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看朕 啊 啊 吼长 这 朕 问死 真的真的 特别好笑 太好笑了 是说不定 后来呢 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 后来那个刘德昭啊 吓得都不敢说话了 这身子就跟谈蹄蹄似的 一直都 还真是有趣 龙大人 龙大人 有失远迎啊 龙大人 龙大人 来来来 请请请 这呀 此次请龙大人过府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有两件东西 想请龙大人亲自过目 龙大人 这两样东西 您见过吗 刘大人 这些东西 你是怎么得来的 龙大人 现在东西怎么得来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提醒龙大人 恐怕龙大人 你现在已经犯下了 灭族杀头的重罪吧 刘大人想怎么样 好啊 龙大人 那我们就不妨 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 龙大人 你手上也抓住了 我不少的把柄 好啊 想怎么样 那就要看龙大人 你是想大家手拉着手 一起死呢 还是抱成头一起活呀 姚大人 好死不如赖活着 龙某自然是想与诸位 一起活了 爽快 爽快 我就说嘛 龙大人是一个聪明之人 是啊 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太好了 龙大人 来 咱们终于是达成这攻守同盟了 来 为了这攻守同盟 为了这一天 来 咱们满饮此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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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酒啊 龙大人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那有件事 我得求您帮个忙 何事 您瞧我脸上这个字啊 您高抬贵手 把您的墨宝给我去了吧 瞧老板 好 您脸上这个墨汁啊 是我家那个市民特意调制 这没有一个月以上 很难写净 龙某也真是没有办法 邱老板 要不然 您多等几日 嗯 行 不着急 不着急 抱歉 抱歉啊 龙大人 您太客气了 来 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啊 来 来 龙大人 龙大人 龙大人哪 真是一个薄情的人人啊 面对着这万姑娘色意双绝 居然是毫不动心哪 刘大人 龙某也不是个不怜乡西域之人 是 只是那个时候与刘大人尚未交心 背地里啊 就害怕刘大人参悟一本 所以只好啊 辜负了美人了 现在好了 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大可以放心的 以后与这万姑娘 那是双宿双妃呀 俗话说得好 人不风流网少年啊 多谢刘大人玉成啊 哪里哪里 龙大人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那有件事 希望你多多帮忙啊 何事啊 我们收到消息 听说这丽贫 怀了龙胎了 正是 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 这丽贫 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 在叔府小产了 结果不幸大出血 轰逝了 刘大人 这什么意思啊 我刚出府的时候 这丽贫娘娘还好好的 龙大人啊 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龙大人 你是一个聪明之人 这向皇上禀报 这向皇上禀报丽贫娘娘 轰逝的消息 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 就算是你我联名吧 龙大人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信吗 不过此时此刻 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 此情此景居然如此镇定 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 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 你为何要跟本官作罪道理 你以为你救了丽贫 他就可以在皇上耳边 给你多吹吹枕边风势吗 就可以免除了你 善杀朝廷命官 伪遭玉玺 假装圣旨的罪责吗 哼 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 售买的内奸啊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 叔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 主子 你带着义欢还有丽贫娘娘先走 我怡荣成你的样子 先去刘府稳住他们 龙小弟 这个时候就别啊了 就听我哥哥的吧 他武功很好的 你放心 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 他一个人谁都控制不住他 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 倒正好方便互相怡荣 怡欢 我帮主子易荣 你去通知丽贫娘娘 让他做好准备 马上逃走 好 主子 多保重 要不要带几个侍卫 不必了 你跟易欢更需要人保护 等我去了刘府 引开刘德昭的手下 你们就赶紧出城吧 等一等 多加小心 不要恋人 务必全身而退 多谢主子关心 李建青 怎么会是你呢 别乱动 别动啊 走 姓李的 放了我姐夫 不然我弄死他 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 你以为用她 就能威胁到我吗 少跟我来这一头 你跟那个姓龙的 自诩为仁义之事 为了那些灾民 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 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 手无寸铁的女人 为你送命 放人 万姑娘 我刚才就是顾及到 你的安危 才想用忌惮你离开 没想到 你还是放不下梦想 也罢 秋贵 只要你把她放了 我就放了你姐夫 你当我是傻子 先放了我姐夫 然后束缩杜琴 我就放了她 不然的话 我就弄死她和孟祥和 好 我答应你 啊 啊 四伯爷 受伤刘大臣 刘大臣啊 你是卿城 没错 我是雪卿城 不行 孝师妹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 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 我们的计划暴露 孟祥和也迟迟不来送信 说明他已经出事了 我要留下来 跟师父一起救出孟祥和 和舒婉欣 放他们一条生路 徐姐姐 你放心吧 朱哥哥都说了 他会见机行事 救出孟大哥的 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 可留他一个人 在这里对付刘德昭 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 我不放心啊 徐姐姐 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 事事都为他着想 小师妹 你别多心啊 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 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 放在首位 我知道 你不用多心 我心里都明白 主子 你们先离开 我留下来 为什么 臣妾手无腹肌之力 身子虚弱 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 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 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 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 你留下来的话 会很危险 刘德昭和您翻脸 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 假冒钦差 可臣妾 是真真切切的丽贫娘娘 她不敢公然害我 若是来案的 臣妾这府上 大多是跟随家父 几十年的老人 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 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 再说了 只有主子安全了 臣妾才会安全 是啊 龙小弟 丽贫娘娘说得对 第一她留在这儿 可以稳住舒家的内奸 还有 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 多赢一些时间 你就听她的吧 只要你脱身了 他们不敢对丽贫娘娘 下黑手的 来人呐 来了 娘娘 你有何吩咐 你去把府里的下人 都集中到大厅 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 给老爷诵经祈福 是 老奴马上去办 主子 一会儿府里的下人 都会集中到大厅 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 叶桓啊 我不在你们身边 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 保护好自己啊 放心吧 丽贫娘娘 我虽然武功不行 但是什么放毒啊 防身啊 我都是可以的 倒是你 现在束缚特别不安全 你得自己小心啊 嗯 万欣 想不到你平时柔弱 却是这般冷静果敢 待我平安脱身 一定想办法 马上回来救你 待回到了紫禁城 一定好好奖赏你 主子安全 就是对臣妾 最大的奖赏 我看你 万姑娘 你准备好了吗 快了 麻烦您再等一会儿 他们怎么还不来 这可怎么办啊 你们可算来了 你 你是 叔姑娘 我就是雪庆城 咱们总算见面了 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 多谢姐姐以身相替 我才能有机会 和孟哥哥私奔 当初形势所迫 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 还望姑娘见谅 好了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有什么话 还是出去再说吧 叔姑娘 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 不行 走不了了 柳德昭请钦差大人 邀我前去陪九珠幸 怪不得穷敏在外面守着 怪不得穷敏在外面守着 如果他去演习的话 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 万姑娘 衣服换好了吗 别再拖延时间了 快点啊 万姑娘 万姑娘 你如果再不回应 我得冒昧进去了 走吧 好人 秋冠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也不知道啊 她 她 她怎么就会武功了呢 她 少废话 小姐 怎么是你呀 管家 你说谁 她是我家小姐 离皮娘娘 可是不对啊 我家小姐不会武功的 虽说入宫之前 长河老爷骑马射箭 可能都是闹着玩的 怎么突然之间 这两戒二官 是替书家赏你的 你 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 刘大人 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 姐夫 退下去 退下去啊 退退退 退下 退下 快退 快 快 都快点呀 刘大人 放了孟香河 给我们准备三匹快马 我背马 背 背马 背马 快 叔姑娘 你不要着急 亲城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 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 但愿他们三个能平安无事啊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来了 什么来了 我听到马蹄声了 看 青城带着你的孟哥哥 他们回来了 晚妹 孟哥哥 晚妹 孟哥哥 太好了 刘德昭那个狗官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好歹我也护了他十年 救过他无数次 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 只是给我灌了些书精软骨的药 把我灌走地牢 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 还帮我戒毒恢复了武功 来 感谢三位的救命之恩 我们无以为报 好 在此 我们两个就给三位 磕头谢恩了 孟兄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完新妹妹 你我虽然非亲非故 却因容貌相似 结下了不解之缘 孟大哥也是位忠义之人 看着你们两个 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 携手此生 姐姐我啊 不知有多羡慕呢 雪姐姐 我有我的孟大哥 你不是也有理护卫吗 我只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 白头偕老 舒姑娘 你误会了 李护卫她从小就已经有了未婚妻 她的未婚妻 也是我们卿城的好姐妹 她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 所以她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 对不起啊 我给弄错了 那我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 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婉姓妹妹 今日我不得已在刘德昭等人面前 显露了武功 她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 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 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 她们就没有证据证明 我是假冒的树婉姓 所以姐姐拜托你 一定要远离山西 小心隐藏行踪 好 三位放心 我与婉妹此去 必定寻个隐秘的地方 野性埋名 男更女之 过些平淡的生活 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 如此甚好 王兄 其实我也很羡慕你 李兄 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 听说 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 不像我跟婉妹 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 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 只怕比你们还要大 说来话长 不说也罢 李护卫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和姝姑娘她们 就此别过吧 好 孟兄 你和姝姑娘 各骑一匹马 赶紧快马驾鞭 离开山西 好 多谢 山高水长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保重 雪姐姐 李大哥 再见了 一路平安 保重 驾 走 驾 师父 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 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 不 我要回明珠谷 协助晋王查出谷中间隙 秦城 秦城 以前我陪你进宫 是担心你的安慰 如今现在宫里面 有太子还有义欢来照应你 我就放心多了 你就告诉康熙 虽然我的病大好 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姨守灵 嗯 那师父 您一定要多保重 多保重 好 行了行了 消消气 消消气 水 对对对 你说啊 这个李建青啊 喝口水 在外边没被别人打死 你想烫死本官啊 不能轻着点啊 怪我怪我 你说这个李建青啊 实在是太可恶了啊 他临走 还 还 还把本官给伤了 我不杀此人 我事不为人 姐夫 你放心 如今整个山西境内 都通缉他们呢 跑不了 九哥 你说这个万苏姑娘 她会不会是这个丽贫 舒婉欣啊 不大可能吧 这万姑娘是我手下 从外面掳回来的 而且奇得怪了 她本来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突然之间 就成武林高手了 嗯 那这个万苏长得 跟舒婉欣是一模一样 儿子恰恰就在这个当口 李贫娘娘 从叔府消失了 舒管家 哦 在 你仔细地回想一下 这个 李贫娘娘回府以后 她与她进宫之前 到底有没有区别 有 这次小姐回府以后 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 我还以为 她是入宫做了娘娘 这气质仪态 自然与做小姐是不同 现在想起来 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 嗯 你的意思是啊 有人冒名顶替吗 舒婉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找个人冒充她女儿进宫 舒管家 那 鞋池球棍的 可是 丽贫娘娘 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无功 鞋池球老板的 肯定不是我家小姐 至于是不是丽贫娘娘 我还真不敢往下定论 莫非这舒婉找了一个 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 冒充你家小姐进宫 这万苏 才是舒婉欣 万苏 舒婉欣 姐夫 我觉着你这推测应该是对的 她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 后来知道她爹病重了 才冒险出了 要见她老子最后一面 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结了 她为了不暴露身份 才谎称较万苏 嗯 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 那舒婉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她女儿进宫呢 她意欲何为啊 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精斋 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嫔娘娘也是假冒的 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 轻点轻点 是 皇祖母 可有皇上消息了 赚钱还没有 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 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你慌什么 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 越不能慌 锁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 说是皇上要半留得招 为防留得招苟急跳墙 奉了皇上的旨意去钓鱼巴赞的兵 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 也没什么密奏的 所以就没有送来 可是不仅有刘德招 还有吴三贵的人也盯着皇上呢 妾身是在担心 吴三贵倒的确比刘德招更可虑 但也不必过分地担心 吴三贵的嫡长子吴应雄 还在咱们手里呢 哀家已经令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 你呀可是后宫之主啊 千万不要乱了阵教 且记不要让别的贫妃们知道 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 免得多生是非了 多谢皇祖母提醒 妾身明白了 好 搞定 好嘞 真香 老大 你那偷鸡摸鸽的本事还真不错啊 注意啊 我不是偷的 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顶碎银子呢 得了吧 不告而去就是偷 行行行我偷的 待会儿你别吃你别吃啊 那瓶娘娘来 好香啊 来吃吧 吃完了这儿还有啊 接着来 我 我的呢 你的 你刚才不吃了吗 这是偷的 你就别吃了呗 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 不是 主子 你先用我这份吧 你看看 日晚新好 来 那瓶娘娘 来 好 好好吃 乐乐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那当然了 我从小学别的不经 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 他是钱明的厨子 是最有名的厨子 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 可认真了 钱明最有名的厨子 玉厨啊 主子 千万别听一欢瞎说 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 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握手而已 是啊 我不是吹牛吗 别别戳穿我呀 不好 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 你怎么听到的 等你耳朵听到是 那就晚了 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 我们被包围了 什么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 这批人武功不弱 人数众多 若强行突围的话 恐怕难护主子周全 幸好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 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 我找一个侍卫兄弟 扮成主子的模样 我们先引开追兵 东西都不要带了 赶紧撤离 好吧 龙小弟 他们为什么都黑夜蒙面啊 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 刘德昭应该是想架活给 牛角寨上的山粉 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 封锦 是这样吗 好狠啊 抓住楼下的那个心里的 幸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 连我从宫里精心挑选的试图 还有那些能力的人 都没有意见他的对手 那当然了 我从小特来 我哥哥可不 他勤快着呢 我哥哥啊 什么都会 本事大着呢 最重要的是 他还犹有勇猛 名为不举 幸好 他不是我的敌人 那当然了 你是我的龙小弟啊 他是我的亲哥哥 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 他会保护你的 放心吧 越让你们兄妹俩 真是我的幸运 上天 一定是派你们来辅佐我的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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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龙小弟 没事了啊 看来这出了紫禁城啊 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 对了 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 把丽萍弄下来 对 走 走 丽萍娘娘 你 丽萍人呢 徐姐姐准不放心诸哥哥 又悄悄赶去帮忙了 丽萍怎么不见了 我 我可能记错了 我哥 没有把他藏在树上 那 咱们赶紧一起去找他吧 书建已经为国眷去了 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 嗯 龙小弟 你可真仗义 不用找了 我在这儿呢 丽萍 你去哪儿了 哦 臣妾被李护卫 抢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 我看到他们走远了 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 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 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 哦 主子 臣妾的爹 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 臣妾小时候 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这点胆量还是有的 以前在宫里的时候 总觉得你知书达理 多才多艺 问问可人 没想到 你还外柔内纲 有胆识 主子过奖了 行了行了 咱们别在这儿聊天了 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 吧 这样 去反方向 咱们逃吧 好 你的手 快快 不是我的 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 我把那个人解决了 快走 走 你哪有水 谢谢啊 他 他 你怎么样 你等一下 我醒了 救出我 我这有水 站着点 王大哥 走 所以 王大哥瞧装成主子的样子 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 中了好多等 这些事 都是我从宫里精挑细选出来的 各个都训练有素 忠心耿耿 出宫的时候有三十余人 现在 却只剩下这么十来呢 刘德昭啊 刘德昭 这笔招会慢慢跟你孙庆祝 主子 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 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 不敢善杀朝廷命果 而且 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 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你做得对 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 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 召告天下 明正典型 这样才能起到杀一锦百的作用 等我回了宫之后 就见刘德昭这颗人头 开启整顿励志之风 朱哥哥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刘德昭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 派人来抓我们 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 这些黑衣人 不是刘德昭的手下 不是刘德昭的 主子 你看这些伤 这伤怎么办 这伤的是左身右前 下身上前 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 习惯反批和上溜 这和之前 舒总兵身上的刀伤 是一样的 这是江湖中 地毯门的独家刀法 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 不可能会使 那按你的意思说 追杀我们的人 和刺杀舒贱的人 都是同一伙人 都是吴三贵之事的 十有八九 是如此 难道吴三贵 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 这倒未必 也许吴三贵 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 怕你调查舒贱之此时 无所发现 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 杀人灭口 嫁后给渡德昭 看来你说得对啊 这趟回京的路上 注定不会太平 主子 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 有多少人 三四十人 主子 我们赶紧走 昨夜 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 不宜跟他们演吧 走 走 没有船也没有桥 我们怎么过河啊 主子放心吧 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 提前过来探路 准备好了渡船 河的对面 是一片宽阔的树林 只要进了那片树林 追兵们 就不容易追到 你应变能力之强 安排之周密 确实令我大开眼睛 要是论江湖经验 我确实不如你 主子过奖了 臣从小生长在民间 在江湖中摸爬滚打 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 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 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 你也不必谦虚了 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在这方面 我确实应该 向你好好学习 主子 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 嗯 来 快跟上 这边 追兵马上来了 你们先走 我带侍卫兄弟们 去引开追兵 哦 主子 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 引开追兵吧 那不行 我信 我不能丢下你 不管啊 可是 嗯 我担心这船承受不了 这么多人的重量 况且 陈金又不会水 出了意外 大家更危险啊 可是 主子别犹豫了 你的安危最要紧 义怀 主子交给你了 行 出发吧 走 我们走了 注意安全啊 我们走了 注意安全啊 在那边 追 奇怪 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 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 表如指掌 如影随形 难道让我们之中有内奸 不可能啊 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 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 没有人了 希望如此吧 可能是他们派的安少太多了 一直在追踪我们 嗯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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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手了 娘娘 你居然会攻服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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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 你 你 你 当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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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已查看了竹林 没有发现敌人 好 知道了 奴才告退 老大 老大 你 你把船推走干吗呀 只要你哥哥要是甩了追兵以后 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龙小弟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说你把船放在这儿不推走 那敌人追上了不就知道咱们在哪儿了吗 是 你会不会水啊 不会啊 我从小在皇宫里长大 从来没下过水 那你还当什么真龙天子啊 你当哈鸭子算了 这点我哥哥就比你强多了 我哥哥不仅精通水性 他呀 可以一口气憋在水里 好长时间都不浮上来的 可是你哥哥一个人会水也没用啊 他还得护着碗心 那怎么从河队上游过来 我哥哥怎么可能 带着丽萍娘娘下水啊 我哥可厉害了 他会很多本事 只要给他半个时辰 河边这些树木啊 就可以让他弄下来 做一个木筏 直接带着丽萍娘娘 就可以划过来了 再说 他过来以后看不到船 他也能想办法找到我 我哥哥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以前啊 我还挺自负的 觉得自己是个文武全才 现在才知道 这世上人才太多 只是我很幸运 若你哥哥做了皇宫里 未必比我差 容小弟 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 知道吗 这种玩笑别人开不得 我开个球无妨 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咱们赶紧进树林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吧 走 等一下 老大 你也太打惊小怪了 这只鸟就把你吓成这样 你 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我怕有埋伏啊 你以为你真是龙啊 能腾云家雾啊 老说我武功差武功差 你武功比我差多了好吗 嗯 有埋伏 主子 你们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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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吃点 走 走 走 铁部头就是他们 掌柜的 你这是干吗呀 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 这一顿是你刚才在底下 说你请我们的 不就一顿饭的事吗 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 你报什么关啊 二位爷 这就不怨我了 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 还敢上我这酒楼来 是 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 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 惶惶如嗓驾之犬 下一证 应该说的 什么 这才是 人 请我 帮他们 没有 能不能 主力 帮你打造了这只 可以伸缩的铁手 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 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你是巡抚大人 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 那你可知巡抚大人 为何是要通缉我们 当然知道 假冒钦差 伪造圣旨 勾结牛角寨的山匪 打结官粮官银 铁尾伯 你误会了 这通缉令上的案情 另有内情 我乃是真的钦差 是皇上下秘旨 让我来山西工干 工干 我铁某办案无数 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 但没见过 你这么负于顽抗的 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 发海埔文书通缉你了 你还在这满口袍吗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 好好随我回衙门搜 来 来 把他们给我抓下来 快走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我们快走吧 你是谁 铁卫国 看在你平时清连勤勉的份上 今天 我饶你不死 不过 你还是先在床上躺一个月吧 包子嘞 热灯灯的包子 伤心情 没有没有 闪开 灯猪龙的包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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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苏大人 快准备接驾 接驾 皇上在哪儿啊 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 好 好 参见皇上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 说不定朕就要去见先皇和太祖皇帝了 奴才罪该万死 皇上 皇上 所大人跟大塞 在途中遇见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 九死一生 才找到玉巴赞将军的军营 刚一到营门口 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他宣读了皇上的秘址之后 没顾伤好 就跟玉巴赞将军赶去山西太原 在途中遇见了奴才 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 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 朕已经知道了 都起来吧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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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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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 滚 小师妹 我 走 小师妹 我 我也是一时冲坏了桃桃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你还有没有一点廉恥心 你明明知道我跟大师兄定了亲 我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啊 你 你还知道你跟大师兄定了亲 是未来的大明太子妃 那你还一个康熙 你可以和大清的狗皇帝亲着 我亲你一下 就非常不知廉恥是吧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小师妹 我错了 我错了 那 要不 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 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 你把我抱进山洞到底想干什么 我 走 滚 我数三个数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你再不走我就要事自禁 好好好 我走我走 我走 滚 这都三天了 离婚怎么还没有消息 都没有 那些黑衣人 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 而像是乌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 身份不明 很难追查 眼下还没有证据 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乌三桂所指使 是 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 而不是朕 如果他知道的话 只怕易婚会更加危险 所以 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 这 皇上 请您放心 奴才已经吩咐下去 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 其二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危急圣案 奴才及手下将士 未惊动地方官府 而只是秘密行军 你做得很好 皇上 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 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 岂会束手待毙 若能逼得他叛乱 岂不是好 皇上 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 害得皇上九死一生 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 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 将其处以急刑 灭其九族 这个刘德昭纵然将的错误扬灰 以南宵朕的心头之恨 臣愿以传旨问罪 捉拿刘德昭 为皇上分忧 为臣妹报仇 这刘德昭 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 若这么明止问罪的话 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 龙三便是朕 只怕他会苟急跳墙 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 起兵叛乱 纵然起兵叛乱 也成不了其后 玉八赞手下 都是遗敌时的八旗精锐 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 皇上 奴才院立下军令状 替刘德昭的人头来劲 不必了 犯下滔天大罪的 只是刘德昭等贪官 他手底下的官兵 也是我大清的子民 又何必激起兵变 徒生内耗 皇上 那您的意思是 刘德昭此时啊 一定知道龙三 被玉八赞给接走了 他一定会心虚 如果朕所料不差 他弹劾龙三的折子 已经在快马 送往京城的路上 待朕回京之后 朕派一个老城持重的官员 去接近刘德昭 就说 他和龙三 互相弹劾的折子 朕都已经看到了 朕不能偏听偏信 要宣他进京 和龙三当面对峙 皇上 您这可太英明了 想那刘德昭 自是手里面有假圣旨 假玉玺 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波 这样 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地 进京来对峙 到时候 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 让他自投罗网 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 受了那么多此前 从未受过的屈辱 还能如此冷静 若换了我 只怕会亲自率兵 去捉拿刘德昭 一块胸衣 又如此强敌 我要光复大明 谈何如意 皇上 既然如此 那就请皇上 尽快起驾回京吧 眼下一欢还生死为补 朕放心不下 是啊 皇上 赤叔姑娘是向我不明 可是您留在这山西 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 姐夫 玉八赞率着三千荆棋 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 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 事后 也不差人跟你打声招呼 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跟龙三对质 这事我总觉着 不大对劲啊 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啊 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 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 在朝廷中毫无背景 只因是擅长取忠卖职 所以才被皇上破格认为钦柴大臣 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 别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 如若如此 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倒 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 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 有如此深厚的交情 玉八赞是皇族子弟 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 可是他为了一起私交 不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 就这事儿 咱们能不能揍他一班 小官啊 此事儿我们是假的 为什么呀 皇家子弟 手握重兵 跟朝中大臣勾结 这是皇上的大忌啊 你懂些什么 这个龙三回京之后 必定在皇上面前 举报我诸多的罪状 到现在为止 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 只是让我奉旨回京 与那龙三对质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 我抢先在龙三之嫌 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车官啊 在这个微妙的时刻 我们只需要集中 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 对付龙三一个人 以免树敌太多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 咱们怀疑利益平时 以江湖女子假冒之事 如何处置 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 这个丽贫跟舒婉欣 两个人居然长得 是一模一样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没有找到 真正的舒婉欣 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 这个丽贫娘娘她是假冒的 那舒婉欣 早跟梦翔和私奔去了 我正查探 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先奉旨进京 丽贫娘娘的事情 暂时先不提 丽贫啊 在我找到 真正的舒婉欣之后 你即刻紧静来见我 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 姐夫 江湖上我大把的人 都洒出去了 你说 他跑得了吗 所在人且慢行 怎么了 下官见过所大人 你这是干嘛呢 你没这样 不不不 所大人 下官没有别的意思 下官只是想请所大人 给下官透露些口风 下官此次进京 到底是凶还是急呀 你啊 我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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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过担心了 咱们都是朝廷命官 这有人弹劾咱们 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 是不是啊 下官明白所大人的意思 所大人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皇上并未全心那个 钦差龙三 对下官的弹劾 你呢 且安心地去觐见 你此行一定是 有惊无险 多谢所大人指点 行 走着 行行 是 皇上 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 宣刘德昭 这 刘德昭 皇上宣你觐见 请吧 刘德昭 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 嗯 山西巡抚刘德昭 叩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大人 来 皇上 这些都是龙三 弹劾臣的罪状 都是他无中生有 所罗织的罪名 无中生有啊 刘德昭 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 来诬告你 回皇上的话 这龙三 向臣所会不成 所以怀恨在心 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汉匪 盗抢我府库的官银 还有 这龙三 他死磕欲袭 违造密旨 敢设我山西地方政务 皇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 臣聚查时 皇上 请皇上 明察 след 欢迎 Sauce 刘德昭 Zust 楽 亏不敢当啊 还有皇上 这是龙三四刻玉玺 伪造秘旨 盗抢官吟的证据 请皇上明见 没错 这个玉玺和秘纸都是假的 皇上 除了这些物证以外 臣还有仁证 此仁证乃是山西总兵 书建大人府上的管家 他可以作证 这龙三在借助叔父期间 曾经率领手下 乔专改办 勾结山匪 盗抢官府库吟 如果皇上想 亲自遇神此案的话 可招此人进宫秩序 此案可立白于天下 不必了 这儿有三个人证 个个儿都比你那个 叔父的管家重要 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 这龙三假传圣旨 伪造玉玺 乔专改办盗抢官吟 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 杀了你手下一员 姓杨的参将 吾皇圣明啊 皇上实在是圣明啊 但不知 现在那三人 陷下何处啊 刘大人 别来无恙啊 皇上 此女子 乃是龙三的 贴身丫鬟啊 刘德昭 我也是证人之一 你可还记得我 皇上 这个人 也是龙三的心腹啊 抢到官吟 也有他的份啊 皇上 不管他们说什么 你可不要听 他们的谈言呀 皇上 何止他们俩有份 刘大昭 臣子 你为何不抬起头来 看他们朕 臣 第一次 拜见天眼 内心诚惶诚恐 臣不敢直视天威 所以 朕让你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看朕 サー 后遣 朕 朕 氓 死 啦